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克强班底。 作者是湘江宇,该书由明镜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班底、张杰,下篇执政班底,被韩英抽调到团中央。 张庆黎出生于山东东平县一个农民家庭,自称吃家乡的玉米地瓜长大,懂事很早,很小,就知道帮家里干活。 1971年,高中毕业的张庆黎进了位于家乡的东平化肥厂,当了一名锅炉工,那时他刚满20岁。 很快,以其勤奋肯干,引起上级注意。 1973年,他加入中共,随后从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一直荡到常党委副书记。 四人帮粉碎前夕,他被提拔为东平县委常委兼公交办副主任。 半年后,1976年11月,他被提拔为东平县委副书记。 这时遇到中央,要韩英负责筹备恢复团中央,从各地抽调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干部,张庆黎被选中,从1978年6月开始,戒调到团中央工作,随后人事关系正式转了过去。 80年代初,团中央的组织结构也正在变化。 起先青工部和青农部是分开的,王兆国接替韩英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后要精简机构,变将两部合在一起,成立工农青年部。 张庆黎担任青农处副处长,处长,工农青年部副部长。 期间1980年8月至1981年2月,他在北京农业大学学习了半年,1983年9月至1985年7月。 又去中央党校进修部大专班托产学习了两年,这与灵计划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习基本同时。 去的时候,是王兆国当团中央的第一书记,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胡锦涛时代,是宋德福当团中央第一书记了。 团中央是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两年时间周围换了一多半人,他已经35岁,仍往高处走阶段,到此结束。 1986年3月,他回到山东,从东营市副市长兼市政府秘书长干起,两年后微生,荡上副书记兼副市长,又熬了五年,于1993年3月荡上东营市委副书记、市长。 在这一期间,他于1992年3月,再次在中央党校学习半年。 1995年初,泰安市出了胡建学等人的经济大案,张庆黎临危受命,调去当市委书记,后来又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有山东人私下议论说省委,是把张庆黎往火坑里推,谁都知道,泰安出世之后的烂摊子,不好清理,才要他去受活罪。 但他毕竟熬了下来,将近三年后,张庆黎到了省城济南,于中共十五大开国之后的1997年底,担任山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三个多月后,他又转任山东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山东省是中国的一个干部大省,自己培养的干部多,往外大批输送,对于张庆黎这样从团中央回来的官员则并不太买账。 被团中央提拔为相当于副局级的部门负责人好几年了,回山东岗位换了不少,却始终归行窝布,十二年半了,还只在省委下面一个部门担任副职。 同样为山东人的王乐泉,在山东也是升迁缓慢,是张权锦设法将他调到新疆,才跳跃式晋升。 同样,中央将张庆黎调出,他才顿时迈上了升迁的快车道。 在爱养话,陈晓明介绍共青团派的胡锦涛的团队,一书中张庆黎被列为团派八大金刚之一,统领250万人的兵团司令员。 1998年8月,张庆黎从黄海之兵来到麒莲山下,到甘肃担任省委常委,宣传不长。 半年后,他又接任兰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但是仅仅过了八个月,中央要他再往西跨一大步,同时也是在仕途上跨一大步。 1999年10月,他被调到新疆,担任新疆生产舰设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 这是一个正省级的职位,同时兼新疆为乌尔自治区党委常委。 2002年4月,他又加了个头衔。 中国兴建集团公司总经理。 这年中共十六大,张庆黎理所当然的进入中央委员会。 他离开山东仅仅四年,在那里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日子,却恍若隔世。 人们议论张庆黎离开山东之后才一步登天, 但也有人不以为然说,张庆黎1993年3月出任东营市市长, 这就是政局级,到1998年8月任甘肃省委常委,为副部级, 花了五年时间,从中共的干部提拔制度来讲并不算出格。 而且他是从中国的第三经济强省山东,到相对落后的省份甘肃,提拔一级也是正常的。 在张庆黎担任兵团司令员期间,新疆市共青团派的政治局委员王乐泉挂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里,又有原来在团中央机关工作时的上级元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克游牧、巴吴东、维吾尔族,担任党委副书记。 据姓张庆黎是被胡锦涛推荐出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的。 何以在王储位置上一直形势低调的胡锦涛, 竟破格推荐这样一位司令员,还放手,让他果断处理问题。 张庆黎能赢得胡锦涛的信任,他是共青团派无疑是原因之一, 虽说他在胡锦涛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时间非常短暂。 而胡锦涛此时已担任军委副主席,对军队事务有了一定发言权。 更有人说,张庆黎是张万年的侄子, 张万年是1997年当选的第15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排名最前的副主席。 但多方调查,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证实。 从籍贯上看,山东东平人张庆黎和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倒是老乡, 他们家乡在鲁南地区是鲁人。 而张万年和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池浩田, 前国务院副总理江春云是焦东人, 一般特纸烟台、青岛和围方部分地区及其人。 一般说来,鲁人多谋事,大臣,其人将军多。 张庆黎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旅行时, 刚走出乌鲁木齐机场,迎接他的人连喊了几声司令, 他都没意识到是在叫他,后来我赶紧道歉。 就在那一瞬间, 我意识到我已是一个统领250万人的兵团司令员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虽然不列入中国军队系列,不占军费, 但内部编制全部按照军队编制, 一把手称司令员,党委书记称政委。 这个党政军企合一的庞大组织是新疆的国中之国, 是包罗了工农兵学商的社会, 下面的诗就是行政史。 在横涨一段时期内, 兵团只被看作一个农肯企业, 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归口在农业不农肯局, 不直接对国务院各部委。 兵团这么庞大, 内部工农商学兵五脏俱全,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涉及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 很多都超出了农肯局管辖范围。 张庆黎上任后认识到, 兵团在新时期遇到的最大挑战, 就是体制太极化的矛盾十分突出, 严重制约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兵团确实有特殊性, 但市场经济不讲特殊性, 不能说这个产品是兵团造的, 质量再差也可以卖高价。 兵团经济结构过于单一的矛盾, 也非常突出。 张庆黎到任后, 调整撤降了两个少将副司令员, 又加大改革力度。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给兵团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为此, 兵团已发展壮大兵团, 致富职工群众为工作目标, 实施结构优化, 外向带动, 科教新兵团, 和可持续发展四个战略。 踏上胡锦涛踏出的足迹, 这位平时不抽烟, 却有酒量, 从团中央工作时, 就爱打乒乓球的司令员, 说自己最大的爱好, 还是工作。 尽管离退休, 还有不少岁月, 但他已经在计划自己复闲后的生活。 他说, 先要睡一个月的绝, 因为他一生中最缺的就是睡眠, 然后就是锻炼身体, 长期繁忙的工作, 让他末时间多关注健康, 再接下来, 就是写一部名为淡淡的人生的自传。 张庆离没有想到, 自己很快就更上层楼。 2004年12月, 被任命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一个月后, 2005年1月, 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然后他交卸了新疆生产舰设兵团党委副书记, 司令员职务。 但看来, 这两个自治区的党政职务, 是让他热身实习的。 莫干多久, 这一年11月, 张庆离走得更远了, 踏上了1989年胡锦涛踏出的足迹, 来到了雪域高原, 转任中共西藏自治区代理党委书记。 半年后, 2006年5月, 他被中央任命为西藏区党委书记。 10月在中共西藏自治区七届一次会议上正式当选。 张庆离刚从兰州调到新疆时曾说, 咱们国家这些省, 除了台湾以外, 其他省都去过, 就莫去过新西兰、 新疆、 西藏和兰州。 没想到几年下来, 一句调侃还真对了线, 他把新西兰都走遍了。 2007年3月, 在西藏任职大半年的张庆离, 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名嘴崔永元的节目里当嘉宾, 崔永元说, 我们知道你有三个第一, 您在新疆做过兵团的司令, 是中国第一个不穿军装的司令员。 第二个, 你的办公室是党委书记里, 海拔第一高的是3670米。 第三个, 您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里, 第一个接受崔永元采访的。 张庆离接替的杨传堂, 也是一条山东汉子, 是宇成人, 也是个团派, 比张庆离还小三岁。 张庆离离开团中央回山东时, 杨传堂刚刚上任当山东团省委书记。 他后来从山东省委常委, 德州地委副书记, 行属专员任上, 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 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后来升为区党委副书记。 2003年起, 调到青海省荡副省长, 带省长, 但2004年元月正式当选为省长, 还没到一年, 12月又被调回西藏, 当一把手。 而又是不到一年, 2005年11月, 中央突然又宣布, 他不再担任区党委书记, 过了半年, 国务院任命杨传堂为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政部长级。 中央的人事安排, 怎么如此出而反而? 开始有人猜测, 杨传堂传有名的。 但他在2007年10月, 在16届七中全会上, 从中央候补委员, 递补为委员, 随后紧接着在十七大上, 又当选为中央委员, 原本才打消这种怀疑。 据了解, 杨传堂之所以二进西藏, 又二出西藏, 是因为他的身体。 杨传堂重返西藏时, 正值筹备西藏自治区40周年庆典, 他被视作政坛明日之星。 但不料, 他于2005年出席一个会议之后晕倒, 医生诊断, 是患突发脑溢血, 中毒昏迷。 中央立即令军方派专机, 将他接回北京抢救, 做了脑部手术之后, 病情才稳定下来。 西藏知情官员说, 杨传堂并不是高原反应, 他是老西藏了, 在西藏已经工作十年, 发病可能是因为筹备庆典, 接待中央与贾庆林卫团长的庞大代表团操劳过度有关。 杨传堂病情暂时稳定, 但大病是否会影响其仕途, 一度引起猜测。 人们记得, 杨传堂在共青团工作时的老领导宋德福, 就是在福建省委书记任上患癌症而中断了仕途。 不过杨传堂的运气不错, 2005年年底病情好转, 恢复工作, 出任国家民委副主任。 2007年7月, 升任国家民委党组书记。 杨传堂为汉族, 不符合该职位应由少数民族出任的惯例, 所以其职位纯粹是仇庸安置。 宁委主任由原内蒙古政府主席杨金出任。 张庆离到了西藏后, 照例到各县考察, 半年就跑了一万多公里, 随后提出一个安居乐业战略。 据他对崔永元说, 藏民住房有些一看到处都是星星, 都透明, 有的还用干牛粪雷起来的房子, 不要说下雨刮风, 一脚都能堕倒, 首先得安居, 让老百姓住个好房子。 西藏一把手, 都是胡锦涛亲自领选的。 中央把张庆离由新疆建设兵团调到西藏, 担任第一把手, 就有人评论, 这显示中共将借鉴在新疆对付维吾尔族人的做法, 来对付藏族人。 以往, 由于在西藏驻军成本极高, 因此, 相对其他省份的地域面积来说, 中共在西藏驻军不多。 集中在西藏南部和东部的驻军, 由成都军区负责, 阿里地区驻军, 由新疆军区负责。 西藏驻军的生命线是青藏公路, 因此, 中段的青海格尔木驻军极多。 八十年代中期, 这个只有二十万人的城市, 驻军超过五万, 遂有槟城之说。 不言而喻, 格尔木的驻军, 目标是西藏, 而不是以荒漠为主的青海西部。 按照张庆黎和西藏党的官员的描绘, 西藏建设正通人和藏人对中共感恩戴德。 而采访过张庆黎的记者说, 张书记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 谦谦君子。 那么, 卫士谋张庆黎会破口大骂, 奉行中间路线的达赖喇嘛呢? 与中国历代对少数民族地区有脚, 辅两手一样, 中南海对少数民族地区也有镇压和安抚两套策略。 对西藏, 在这两套策略的选择偏向上, 翻过好几次烧饼, 1959年油软变硬, 胡耀邦1980年去西藏视察后, 大调整油硬变软, 胡耀邦下台后, 逐渐转硬。 而1988年底, 胡锦涛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后, 1989年3月, 头戴钢盔, 亲自指挥对藏民骚乱的武力镇压, 是彻底结束胡耀邦政策的分水岭。 按照中国高层人士的潜规则, 一名地方重量级主管, 跃入中央决策层后, 原主管地域的重要人士变动, 仍然需要征求他的意见, 尤其是他对后继主管人选有相当大的选择权。 他过问的深层心理原因, 在于他对现实权力的维护, 对潜在挑战的预防, 为避免政敌从自己任职的经历中找到攻击自己的炮弹, 就必须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下属来接替自己。 这就是魏氏魔1992年胡锦涛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2年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 对共青团的主管, 对藏区事务一直给予高度关注, 特别过问。 三任后继西藏最高负责人陈奎元,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郭金龙, 现任北京市长张庆黎, 曾任共青团中央工农青年部副部长都是胡锦涛亲自领选, 都忠实执行了胡锦涛在任职西藏时重新确立的一套方针策略。 藏民抗议不仅发生在西藏, 藏区所在省份的主管, 也多有与胡锦涛有渊源的团派来执掌, 也让人看出这一脉络。 例如, 在另一重要藏区, 四川省西部也爆发了藏民抗议, 四川省委书记刘其宝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领导了对藏民抗议的武力镇压。 青海省的藏区也出现了藏民抗议, 那里的省委书记强卫曾任北京团市委书记, 也强硬压制了藏民抗议。 此外, 西方国家领导人和民众对达赖的态度, 也让中国的决策者难以安枕。 于是, 从中央到张庆离, 再到基层党组织和政权, 强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宣传达赖是分裂主义头目, 大力推行过去虽有但没有认真贯彻的规定, 例如明令禁止学生和公职人员到寺庙参拜, 或进行任何藏传佛教仪式, 甚至硬性规定, 僧侣们不仅必须参加政治学习, 上课听中共官方版的西藏历史, 而且还必须人人表态, 与达赖喇嘛划清界限。 而这反过来, 又使藏人的对抗情绪升高, 激化了矛盾, 终于酿出三十四事件这样的骚乱。 西藏的天永远也变不了。 2008年3月14日, 拉萨爆发打砸抢烧事件, 震惊事件。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 一群不法分子在西藏自治区首辅拉萨市区的主要路段, 实施打砸抢烧。 他们大肆纵火, 辱骂, 欧打, 砍伤执行人员, 冲击新闻, 金融, 学校, 公安机关等要害部门, 抢劫并烧毁商店, 学校, 汽车, 宾馆。 更害人听闻的是, 暴徒还惨无人道地杀害群众, 连孩子也不放过, 对藏族群众同样毫不手软。 各别暴徒甚至效仿救西藏农奴主的点天灯, 酷刑, 把无辜群众浇上汽油, 活活烧死。 中国官媒体称, 危急关头, 驻拉萨的武警官兵, 公安民警迅速出动, 在拉萨各主要路口部署警力, 防止事态扩大。 面对暴力, 他们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穷凶极恶的暴徒, 把官兵们的忍让和克制当作软弱, 用石块, 燃烧瓶等袭击执勤官兵, 更有甚者, 从被石块击昏的士兵臀部, 弯下碗大的肉。 据统计, 在这起事件中, 共有18名无辜群众被残害致死, 382名群众受伤, 其中重伤58人, 242名公安民警, 武警官兵在执勤中伤亡, 其中牺牲一人, 重伤23人。 在314事件爆发的第四天, 西藏自治区党委, 政府召开全区处置拉萨事件, 确保全区稳定电视电话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 张庆黎喊出了西藏的天, 永远也变不了。 张庆黎在讲话中指出, 严峻的斗争现实, 再次充分表明, 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 是影响我区稳定的主要根源, 是西藏发展稳定的最大心腹之后, 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 人面兽心的恶魔。 我们正在同达赖集团, 进行着一场泄与火的尖锐斗争, 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 西藏的稳定关系全国稳定, 西藏的安全关系全国安全。 全区各级领导干部, 一定要站在全局和政治的高度, 深刻认识, 这场斗争的艰巨性, 复杂性, 长期性,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关于西藏反分裂斗争的一系列重要只是精神上来, 统一到自治区党委, 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 全面行动起来, 积极主动应对, 同一切分裂破坏分子, 和分裂破坏活动作, 坚决斗争。 张庆黎最后说, 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 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 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 有几十万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有强大的忠于党,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的武装力量, 有二百八十多万个族人民, 包括工人, 农牧民, 知识分子, 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支持, 只要我们,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共同打击敌人, 维护社会稳定, 就一定能够夺取, 这场反分裂斗争的全面胜利。 西藏的天, 永远也变不了。 当时有评论指出, 314事件, 是对张庆黎前途的严峻挑战, 也是一个机遇。 如果处理得好, 对其仕途会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对西藏和藏族的政治, 宗教, 民族和文化的总体方针, 是中央最高层的事, 张庆黎的任务之事贯彻, 和执行好中央的政策。 但在整个民族政策的框架内, 他还是有很大的自我决策权的, 尤其是使用文革, 语言, 不断刺激藏民的自治要求, 和人权诉求, 引起反弹, 更打下张庆黎的个性烙印。 对西藏问题的分析和处理办法, 已初见端倪, 那就是采取硬的一手, 采取镇压的策略位主, 在中国决策层中成为主导性的共识, 张庆黎成为强硬路线的极先锋。 张庆黎说过, 西藏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 他和内地的差距不是说十年, 八年, 一点半点, 他是一步五十多年, 跨入了上千年, 是在奴隶社会。 有这样帮助西藏飞速提升的自信, 张庆黎不会对他所认为的反动、 腐朽、 落后的达赖集团让半步。 有人评论, 从张庆黎的一系列讲话看, 他可能低估了西藏问题的复杂性, 以为西藏的问题和新疆的问题类似。 不过, 已经骑上虎背了, 别无选择, 只能咬牙向前。 在张庆黎看来, 国际上合纵连横, 进行政治和外交博弈, 是中央政府的事, 他只需专心致志, 解决西藏境内的事。 他不能做任何妥协, 而且要狠, 准, 快得清除不稳定因素。 他是西藏问题的麻烦制造者。 拉萨314事件后, 鲁职人撰文直指张庆黎, 就是西藏问题的麻烦制造者。 文章指出, 两会期间的3月2日, 张庆黎做客新话网时, 一语惊人, 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活菩萨。 菩萨是什么? 是佛教徒尊敬的上师, 是出家人的精神寄托。 张庆黎把共产党称作菩萨, 其一违背了共产党无神论的根本宗旨, 出言不逊, 妄加彼付。 其二, 就是不顾历史, 自我美化, 把共产党宗教化。 如果这话出自一个没有文化, 发自内心的普通藏民老百姓之口, 还可商榷, 但出自于一个封疆大吏之口, 就有些不顾羞耻的, 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意思了。 该文作者质问, 佛家的戒律第一条就是不杀生, 哪里有大慈大悲的活菩萨动用军队, 坦克来对待佛家子弟的? 哪里有怜悯天下的观世音, 把藏民三千七百多座庙语, 毁得只剩下七十多座的? 哪里有自称是活菩萨的人, 开口闭口, 就是无悔他人, 或声称要动枪动刀的? 把共产党换为人家藏族兄弟的心中的神, 本身就是一种对宗教信仰的亵渎, 是对藏传佛教本身的污损, 还能给别有用心的一口识。 既然如此, 那佛教或藏传佛教, 还信什么观音菩萨? 干脆取消宗教信仰, 十三亿人直接信共产党不就得了? 不过, 从张庆离这蛮横的胡言乱语中, 我们倒是印证了思想家顾尊几十年的一个论断, 现代极权专制的一个特征, 就是执政党的宗教化。 既然是活菩萨, 就无所不能, 无暇无私, 不容置疑, 更不容得别人反抗。 如今, 藏区无情镇压的现实, 不就是活菩萨现实转型, 成了一个金刚木木状, 挥舞金刚楚的恶煞了吗? 文章称, 五十年了, 花费那么多的钱财, 藏民还是听达赖喇嘛的, 而不听共产党, 政府这一股子怨气, 都集中到达赖喇嘛身上, 所以, 妖魔化达赖喇嘛, 是中共一贯的政策。 近年来, 当局在西藏, 采取了一连串强硬政策, 包括, 禁止藏人学生, 和政府职员到寺庙参拜, 或进行任何藏传佛教仪式等。 张庆离走马上任后, 加大了发起反达赖喇嘛运动, 不仅明确要求藏族干部, 不得参加宗教活动, 就连神圣的西藏寺庙, 也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僧侣必须上课, 听中共官方版的西藏历史, 也被迫违心地否认达赖喇嘛。 去年底, 达赖喇嘛获得美国国会授予的精致奖章之后, 不少藏民自发举行庆祝活动, 而张庆离说, 恶狠狠地声言, 我们都很愤怒。 如果达赖都能获得这个奖,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公正和好人了。 据媒体报道, 张庆离在尚未正式到任时就说, 对那些藏人该抓的要抓, 该杀的要杀, 让当地的老百姓感到非常的惊恶, 因为从来没有去党委书记, 说过如此草剑人命的话语。 张庆离此次在西藏处以上干部的会上讲话, 更为害人连不讲法律的快批,快审, 要杀一批人这样恐怖语言都有。 一个靠杀人来维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权, 看来已经不需要和谐社会这块遮羞布了。 鲁之仁撰文称, 有人介绍, 团派出身的张庆离, 能力平庸, 不学有术, 阿余逢营, 善于钻营之术。 在这次处理西藏问题上, 除去一味强硬之外, 思维与语言, 整个都是文革时期的老套数, 老口号, 一派打打杀杀的腔调。 杀气腾腾中, 透出的是空洞乏味, 惶惶不安, 实质上成了一个西藏问题的麻烦制造者, 加剧了今日西藏的乱局。 不知道天天讲以人为本的胡总书记, 咋能把这样一个貌似强硬, 其实愚蠢的家伙派来镇守边陲的? 这里面的原因, 可能有两个, 一个是用人不当, 徒生烦恼, 再一个恐怕就是上下同源代表中央了。